这是一篇非常好看的民俗怪谈故事 胆小的朋友建议艾特小伙伴一起来看 宝子们,故事开始了 死丫头,快把手镯交出来 卖了给你哥娶媳妇,那老不死的 不把值钱的东西留给孙子 给你这赔钱货,真是昏了头了 我妈揪着我的耳朵,凶巴巴的吼道 不能卖,我挣扎道,我哥拱火 给小燕的彩礼还差两万 有人啃出三万买这手镯 你不给,是想我娶不到媳妇吗 我妈气得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干农活的手,力气大,一点没收着劲 打得我头晕目眩,嘴里一股铁锈尾 我死成的没拿出来 趁着我妈松开我,我连忙跑了出去 我爸在院子里抽烟 我很怕我爸,从小到大 他都没给过我笑脸,从城里打工回来 也只给我哥买礼物,心情不顺 还会打我出气,但这时候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连忙躲到 我爸的身后,挤道,爸 奶奶说了,手镯不能卖,仿佛我爸 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这有什么不能卖的 快给你妈,我爸魂不在意的,我面露绝望 拼命摇头,不能卖 奶奶说的,七天前,奶奶将我叫进了房间 将一直戴着的手镯,给了我 我有些受宠若惊,奶奶重男轻女 但算起来,是这个家对我最好的了 据说,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本来要把我送人的 奶奶走了十几公里,到那户人家 把我给要了回来,小时候高烧不退 也是奶奶用天方将我就回来 但是,好东西,奶奶向来是留给我哥的 这手镯,是他最贵重的东西 我哥也经常撒娇让奶奶留给他 我没想到,奶奶会给我 我不敢接,丫头,拿着 奶奶往我怀里塞,我这才结果 奶奶的脸色变得严肃 丫头,奶奶接下来的话,你一定要记住 这不是普通的手镯,是肿镯 每月十五,你要往这种镯上滴一滴血 重镯要至亲的血韵养 我忍不住问,奶奶,什么是肿镯 奶奶的脸色更沉了 重镯就是我们老张家的命根 要是没了,就会断子绝孙 奶奶的声音突然变得凄厉 春儿,你要是弄丢了这镯子,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奶奶说完这句话,突然往后倒去 就像被什么人掐住脖子一样 恍惚间,我看到他身后站着一抹身影 身形像是个小女孩 头发很长,挡住了脸 我吓得脸色煞白,很快,门就被推开了 那抹身影消失了 刚刚那一幕,像是看花了眼 奶奶说了,这是重镯,不能卖 卖了会断子绝孙 我大叫道,急得眼睛都红了 我妈气道,你哥娶不上媳妇才断子绝孙 我哥笑了,你就是想独吞了这手镯吧 这借口找的 我爸突然来了气,死赔钱货 咒老子,拿起墙上靠着的扁单 就往我身上砸 好疼,要被打死了 我被打得受不了 我叫,我叫,别打我了 我叫道,那天奶奶把手镯给了我后 我就小心藏好 我妈知道手镯在我这,也没急 奶奶下葬后,我妈空了下来 才问我要镯子 我从床板下,拿出一个盒子 我哥抢过了手镯,就欢欢喜喜往外去了 嘴里念叨着,这下彩礼够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奶奶,春儿尽力了 但是没办法呀 是他们硬要抢走的 我摸了摸自己的嘴角 啊,好像勾起来了 我连忙捂住了嘴 我哥消失了好几天 回来的时候,春风得意 穿着西装,做了个发型 人模狗样的 见了我,挑衅道 什么段子绝孙 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我的目光落在他的耳后 那有一条红线,很浅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鬼牵线,他已经被盯上了 他突然凑近,臭丫头 你是想花个钱,去找你那个美老师吧 一提美老师 一股怒意直冲大脑 我猛地推了他一把 他没注意,对我推了个猎切 我哥怒了,叫道 妈,这死丫头把我新买的衣服弄脏了 我妈马上冲了出来 拿着扫帚,用力往我身上砸 我哥就在旁边笑 我一直低着头 要是抬头 他们就能看到我眼睛里刺骨的恨意 美老师 这畜生根本不配提美老师 美老师是城里来村里支教的老师 和村里人都不太一样 穿着漂亮的衣服 带着发姑 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 她很善良 对我很好 送我铅笔和本子 教我写作业 她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温暖 她让我知道 原来女孩也是可以得到关爱的 她让我知道 身为女孩不是错 我没有错 错的是我父母 那一学期 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我爸碍于面子让我去上学 但是我妈抱怨家里少了个干活的 我爸被她抱怨的多了 也顾不了面子 就让我退学 美老师为此来家访过好几次 都没说动我妈 直到有一天 我哥从镇上回来 刚好撞见美老师 春儿 美老师给你做嫂子好不好 那天后 我哥总嬉皮笑脸的问我 我假装没听到 不应他 我哥就是个无赖混混 而美老师是天上的仙女 那时候 我学会一个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说的就是我哥 后来 我妈突然松口 肯让我回学校 但是得美老师来家里一趟 说有事要问她 我被能重回学校的喜悦淹没 将这件事告诉了美老师 美老师也很高兴 牵着我的手往家里跑 到了家 我妈说家里没盐了 眼完颜 我像是突然预感到什么 转头往家里跑 用尽了全身的力 这辈子都没跑这么快过 我跌跌撞撞的跑回家 在我哥的房间里找到了美老师 美老师眼中的光彩没了 那天的天 特别的暗 我抬头看着天空 美老师 恶人会有恶报的 对吧 第二天 我哥穿着新西装 头发梳的油光发亮 手里提着一袋零食 往我面前晃了晃 想吃吧 想的美 这是给你小燕姐的 说完 就春风得意的走了 我哥天天往小燕家跑 两家婚事差不多谈妥 只等奶奶默契过了 再挑个好日子 并婚 我妈很高兴 这事差不多成了 等小燕进了门 再给我生几个孙子 我妈显然被自己的儿孙满堂的想象逗乐了 几天逗乐的合不拢嘴 我看着我哥儿后 一天比一天加深的红线 也笑了 气 这天中午 隔壁的婶子急匆匆的跑来 喊我妈的名字 来地 来地 不好了 你家明杨出事了 明杨是我哥的名字 我妈正在劈裁 经得柴刀直接砸在了脚上 明杨 出事 我妈茫然道 脸色煞白 身体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 我妈强撑着起来 就往外跑 我跟了上去 我哥是在村口出的事 被一辆小车给撞了 我和我妈赶到的时候 我哥躺在地上 身体扭曲 身下都是血 脸色惨白 一动不动 像是死了一般 我妈一看 直接晕了过去 我盯着看 车轮子应该是从她下半身压过去的 压过去的时候 肯定很疼吧 我几乎能想象她痛苦尖叫 面色扭曲的模样 我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生怕自己笑出来 我哥没死 被送到县医院 救了过来 没有伤到大脑和内脏 但是 两条大腿彻底废了 以后走不了路了 而且 车子从下半身压过去 下半身被碾得血肉模糊 彻底失去生育能力 我妈一听 又晕了过去 我爸坐在走廊里 一根烟一根烟地抽着 被勾搂着 烟雾缭绕中 那张脸似乎苍老了几十岁 护士提醒了好几次 她也不理 我妈醒了过来 提起那手镯的事 春儿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那手镯不会真是什么种镯 我爸听到后 突然发怒 死丫头知道什么 她就是故意的 咒老张家 她越说越气 揪着我就是一巴掌 死丫头 当初就该把你送人 不该把你抱回来 你就是来讨债的 老子揍死你 很疼 但是想笑 要是他们现在信了我的话 把种镯拿回来 说不定还有转机 但是 他们不信 太好了 我哥醒来后 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完全不能接受 闹着要跳楼 拼命往窗户爬 我妈连忙拦他 喊我爸 孩子他爹 你快来帮帮我 我爸站在原地没动 语气凉薄 不能给老张家传宗接代 死了就死了吧 我妈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哥也很震惊 他是我爸从小到大宠大的 要什么就给什么 简直疼到了骨子里 现在 他刚的脸色还是白 现在成了灰败 我哥还是怕死的 听我爸这么说 他突然不闹了 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似乎很难受 眉头紧紧皱着 不停地哼哼 完全没之前的嚣张得意 很快 全村都知道我哥的病情 一回村 就有人背后 对着我爸妈支支点点 坦生的儿子听说不行了 这是造多了孽 段子绝孙啊 当初拼了命想生个儿子 养到二十多美了 还有人幸灾乐祸 哈哈 坦生家有两个丫头了 我妈气得何人干假 我爸却不帮她 还说她丢人现眼 第二天 小燕家就把我家之前 送的那些东西送回来了 意思很明显 这亲不结了 我妈不肯 你儿子都不行了 要我女儿嫁你家守活寡呀 来地 你心怎么这么坏 我说你就是造孽 留了那么多丫头 现在遭报应了 小燕妈也是不好惹的 专往我妈心窝戳 戳得她一句话说不出 我妈抱孙子的美梦 彻底破灭了 她将所有的仇恨 都发泄在那开车 撞我哥的人身上 车主是个有钱人 我妈开口就是两百万 她说有了钱 她要带我哥去首都治 她就不信治不好 然而 车主死不承认 说自己没撞过人 结果一查 撞人的还真不是车主 而是村里有名的傻子 偷开了车 傻子只有个寡妇妈 孤儿寡母的 住在山上的马房里 穷得叮当响 对方态度很明确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我爸妈气疯了 夫妻俩拿着锄头 就往傻子身上砸 傻子上蹿下跳地躲 我突然看到傻子的耳后跟 有一根红线 若隐若现的 更有意思了 那傻子被狠狠揍了一顿 我妈回来 看着病黏黏的我哥 气又起来了 第二天 又带着几个舅舅去傻子家 非要讨不说法 我也跟着去凑热闹 路上看到一男一女 在鬼鬼祟祟说着什么 再一看 竟是我爸和傻子那寡妇妈 再联想傻子耳后的红线 虽然听不到 也能想象他们在说什么 我看了两眼 赶紧往前跑 这时要是被他看见我 我会被打死的 我跑到傻子家门口 我妈带着舅舅们 已经将傻子逼到了角落里 我爸一出现 我妈就到 还他爹 你终于来了 我看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报还一报 这傻子把名阳害成那样 我也要这傻子段子绝孙 傻子家没有钱 他就要傻子跟他儿子一样 做不成男人 我爸深深呼出一口气 开口道 我看 这件事就算了吧 大助也不是故意的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我妈难以置信的看向我爸 她没想到我爸居然像着那傻子 她不甘心 二姐 你说怎么办 我小就脾气躁 显然 我妈点头 她就继续动手 我爸急到 来地 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 就离婚 哪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 听到离婚 我妈就怕了 只能咽下这口气 但是 这也成了她心里一个结 她不懂 我爸的态度 怎么突然就变了 明明昨天揍着傻子的时候 比自己下手还重 我妈问过我爸 我爸吼了她一顿 说她肚子不争气 要是多生几个儿子 就不会让老张家绝后了 我妈那那不敢言 只能寄希望于我哥能好起来 我妈不停地找偏方 我哥的药喝了一碗又一碗 却没有丝毫作用 没了的东西 怎么可能长出来呢 但是 我妈依旧没放弃 我哥的脾气更暴躁了 她的头发很长 眼球突出 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我妈不在家的时候 我给她送药 她喝着药 突然将药碗 朝着我身上砸来 我连忙躲开了 我一点都不怕她 以前 她能揪着我打 现在 她下不了床 我可以躲 死丫头 等我好起来 非打死你不可 显然 我哥也发现了 气得大叫道 我突然笑了 哥 你好不起来了 张家的肿酌被你卖了 张家会断子绝孙 鬼牵线 你被鬼盯上了 我的表情肯定阴慎慎的 你就快死了 我说完 转身走了 不理会我哥发出的怒骂声 自从他废了后 经常莫名发疯狂叫 家里人都习惯了 除了我妈 没人在意 第二天 我妈端着熬好的要进门 随后 发出一声淒厉的叫声 明杨 明杨 我的儿啊 我哥死了 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眼睛大睁着 嘴巴大睁着 脖子以奇异的角度扭曲着 死相诡异 我哥被匆匆下葬 我妈痛不欲生 我爸却没什么难过的表情 正如他所言 不能传宗接代的儿子 没了就没了 谁能想到 那曾经是他当眼珠疼的儿子呢 很快 村里传起了我爸和傻子娘的留言 我妈像是突然明白 我爸的态度为什么变化了 他绝望又愤怒 时而哭 时而愤怒大叫 整个人变得很奇怪 我爸一回来 就被我妈拦住了 张坦生 你和傻子那寡妇娘怎么回事 我爸没有丝毫慌张 相反 很冷静 我刚想和你说这件事 大柱是我的儿子 我想让大柱认祖归宗 大柱是傻子的名字 我妈失控般的大叫一声 疯了似的扑上去 对着我爸又打又咬 我爸一巴掌甩了回去 和他打了一架 女人的戾气怎么跟男人比呢 我妈被打得鼻青脸肿 我爸咬死了要让傻子进门 老张家不能绝后 我不能对不起祖宗 在全村看笑话的姿态下 我爸将傻子认了回来 傻子进门的那一天 我爸的脸上 罕见的露出了笑容 我看向傻子而后那 越来越清晰的红线 也忍不住笑了 傻子进了张家门 傻子妈也经常来我家 我妈做好饭 傻子妈就直接上桌吃 凤兰 你要不要脸啊 我做的饭你也吃 我妈气得上去撕它 凤兰也不是好惹的 和我妈撕了起来 我爸就在旁边默默吃饭 也不作声 凤兰是寡妇 孤儿寡母的 私人的功夫比我妈强 我妈打不过她 最后 吃亏的还是我妈 我妈坐在地上哭 明杨啊 你怎么就没了呢 你要在 妈就不会这么被欺负了 我爸气得放筷子 别提会气势 还吃不吃饭了 这样闹了几次 家里逐渐恢复平静 我妈像行尸走肉一样 傻子和傻子妈在家里 只高气阳 傻子妈像使唤丫头似的使唤我 仿佛有个老张家的儿子 就高人一等 哪怕是个傻子 傻子很烦 比张明杨还烦 一年前 我去割猪草的时候 傻子突然扑过来 幸好我跑得快 从那以后 我就躲着傻子 傻子进门后 似乎意识到有人撑腰 我不听他话 他就发脾气 我爸就会打我 他把张明杨那套学到了 我数着日子过 看着他耳后的红线逐渐加深 心情也逐渐好转 他真以为 做张家的子孙是什么好事吗 张家是要断子绝孙的哦 我妈也发现了 偷偷问我 那傻子耳后的红线 明杨也有 春儿 告诉妈 你说的那手镯丢了张家会断子绝孙 是不是真的 奶奶说的 我道 我妈显然信了 她又哭又笑的 是我害了明杨 要不是我抢了手镯给她 我妈疯狂地抽着自己巴掌 明杨 妈对不起你啊 妈该死啊 是妈害了你啊 我可怜的儿啊 我为什么要抢手镯呀 为什么呀 悔恨的眼泪从眼角落下来 但是 又有什么用呢 我哥已经死了 是他害的 他亲手害死了自己最宝贝的儿子 许久后 我妈突然开口 中灼没了 张家要断子绝孙 对吧 我点头 我妈道 别告诉你爸 说完又大笑起来 眼中带着浓浓的恨意 傻子取代我哥 成为我爸的掌心宝 家里什么好的东西都给傻子 不仅如此 我爸还找了村里的媒婆 张罗着要给傻子娶媳妇 好人家的女儿 谁愿意嫁给一个傻子呢 取不到 我爸又让我妈把家里的存款全交出来 他要给傻子买一个 然而 还没等买到媳妇 傻子死了 淹死的 傻子死得很邪门 吸水很浅 也不急 他就这么淹死在浅浅的水潭里 眼睛瞪大 惊恐地看向一个方向 傻子的尸体抬回了家 我爸痛哭了一顿 他的被更加勾搂了 白头发多了很多 看起来更加苍老了 我妈坐在院子里 拍着大腿笑 死得好呀 死得好呀 笑完 又哭 茗阳啊 我的茗阳啊 傻子妈瘫倒在地 没力气和我妈撕了 很快 村里传开了 说我们家惹了鞋碎 傻子的耳后有一条红线 我没记错的话 张茗阳耳后也有一根 这是鬼牵线 被鬼给惦记上了 我爸还没从再次绝肿的沉重打击中回神 就看到镜子里 自己的耳后出现了一根红线 鬼牵线 被鬼惦记上 茗阳没了 大柱也没了 段子绝孙 段子绝孙 他喃喃道 显然想到了我的话 我爸突然疯了一样的冲了出去 傍晚的时候 我爸才回来 还带回来一个道士 武叔 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不想死 我爸苦苦哀求道 我想起来了 我爸有个足书 做了道士 武叔在村里很有威望 有什么白喜事 都要叫他 武叔的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 突然落在我身上 很锐利 看得我很不舒服 你就是春儿 武叔问出声 我爸抢先答了 对 种啄的事 我妈就告诉了他 武叔问问奶奶死那天的事 我一五一时答了 武叔听了后 气道 那是种啄 给你们老张家做中的 都说不能卖 你们非要卖 这不是找死吗 我爸气道 还不是那死婆娘 非要卖了给名阳娶老婆 我想到了那一日 那抹小女孩的身影 忍不住壮着胆子问道 武叔公 种啄到底是什么 武叔捋着有些泛白的胡子 缓缓道 种啄 其实是供奉的戒指 第一步 是请 以小女孩的身魂为引 请来要供奉的鬼神 第二步 是养 要以小女孩至亲之谢来养 供养的鬼神 能送来男魂 助生男胎 所以 这手镯 又称种啄 种啄千万不能丢 若是卖了 就会触怒供奉的鬼神 遭到反噬 我爸也问道 武叔 那我耳后这红线 是鬼牵线 说明被发怒的鬼神盯上了 时间一到 就来锁命 我爸吓得坐在地上 我爸摸着自己耳后的红线 再次追悔莫及 早知道 就不该让死婆娘卖了种啄 我心中暗笑 当初我哀求着别卖种啄时 我爸可是说卖就卖了 他在这家里有绝对话语权 只要他一句话 我妈和我哥都不敢抢 更不敢卖 现在倒是全推我妈身上了 武叔 现在该怎么办 我爸急切地问道 武叔道 先把种啄找回来吧 明阳好像说过 是卖给在县里做生意的老乡 我爸回忆道 我这就去找回来 人的求生意志是很强的 我爸当天就离开了家 五天后才回来 他还穿着离去时的衣服 身上都是伤 但是 还是把种啄带了回来 当天 武叔再次来了我家 武叔拿着那手啄 盯着我爸看了好一会儿 武叔 我是不是有救了 我爸急切问道 种啄是好的 但是你耳后的红线还在 说明鬼神怒气未消 要仍要你的命 我爸变得惊恐 那怎么办 武叔 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不想死 武叔的目光 在我妈和我身上转了一圈 在我身上停留得久了一些 还有个办法 提命 就是让人替你去死 最好是至亲血脉 我爸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 那瞬间 我感觉自己掉在冰窟里 浑身透凉 我不想死 我想跑 但是 我爸明显知道了我的意图 将我锁在了房间里 无论我怎么敲门 都敲不开 只剩下绝望 晚上 我妈来给我送饭 整整一大碗红烧肉 以前 红烧肉是我哥的 后来 是傻子的 我每次看着都流口水 但是 不敢动筷子 一动 就会被我爸揍一顿 现在 满满的一大碗 若是以前 我会无比开心 现在 却没丝毫食欲 妈 我不想死 眼眶发红 轻轻叹了口气 春儿 妈也没办法呀 妈 爸明显不在意我们 你放了我 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去城里 我会挣钱 挣好多好多的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妈被我说动了 好 春儿 把红烧肉吃了 吃饱了 妈带你走 我妈开口道 我于绝望之中 看见了希望 眼眶有些发热 我猛地点头 好 我吃着红烧肉 吃了一个饱 吃了一个够 妈 我们快走 我话音未落 突然觉得眩晕 身体变得很软 不受控制地往地上倒去 迷迷糊糊间 听到我妈的声音 春儿 这就是你的命啊 认命吧 醒来后 我就发现自己在堂屋里 堂屋的门大开着 我全身被捆着 身上披着我爸的外套 身上贴着各种符咒 四周点着红烛 手腕上带着奶奶给我的手镯 我猛地意识到什么 想大叫 就发现自己嘴巴里塞着毛巾 一阵阴风吹过 我身上的汗毛 全都立了起来 沙沙 沙沙 这声音越来越近 我甚至不敢挣扎 眼泪不停地往下落 呼满脸 视线变得模糊 突然 一个冰凉的东西摸上我的脖子 凉嗖嗖的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时间很短 却又很长 那凉嗖嗖的感觉消失了 我感觉到无比疲累 迷迷糊糊间 竟是睡了过去 又是女孩 怎么又是女孩 带着哭腔的声音 熟悉的家 不 还是不一样的 不是现在的专房 是更古老破旧的土皮瓦房 房间里 一个女人坐在床上 大哭着 她身边躺着出生不久的婴儿 突然 门被推开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看都没看那婴儿 而是一巴掌 甩在刚刚生育的女人脸上 死婆娘 头你有什么用 一连生了五个都是女孩 连个男孩都生不了 你要害我张家绝肿啊 死婆娘 男人的拳脚不停落下 女人的哭声越来越凄厉 那婴儿也跟着大哭起来 画面一转 还是那女人 正和人说着话 这么做 真的能让我生男孩 女人的声音有些迟疑 对 记住 要用这根钉子 钉进后脑勺 那样生魂的怨气更重 鬼神更喜欢 女人的手上 紧紧握着一根钉子 那钉子很长 很长 很猙獰 画面在转 女人坐在餐桌前 她的面前 坐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妈 这碗红烧肉真给我的 女孩窃窃问道 看着红烧肉流口水 又不敢下筷子 猪儿 快吃 女人说着 往小女孩碗里 夹了一块肉 小女孩这才壮了胆子 吃了一口 尝到美味的肉味 小女孩吃得越来越快 塞得满嘴都是 她像是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 眼睛亮晶晶的 猪儿 妈对不起你 女人轻轻叹了口气 不久后 传来小女孩淒厉的叫声 我猛地睁开眼睛 浑身都是喊 身体像是虚脱一般 小女孩淒厉的尖叫声 似乎就在耳边 外面 天已经亮了 等了一会儿 堂屋的门被推开 几个人走了进来 五叔 我爸 还有我妈 我的目光 静止看向我妈 我妈愣了一下 有些羞愧的别开了目光 我爸盯着我看着 有些期待的问五叔 五叔 拼命成功了吗 五叔盯着我到耳后看 这里有一条红线 应该成功了 我爸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爸将我放开了 春儿 你已经被盯上了 不管到哪里都跑不掉了 我摊坐在地上 我爸对着五叔千恩万谢 并给了他一碟厚厚的钱 将他送走了 等死的感觉并不好受 然而 没有人在意我 我妈又开始吃起了偏方 他快五十了 竟然还想生个孩子 我又听说 我爸在镇上找了个相好的 为此 我妈又和我爸打了一架 张弹生 你怎么不去死 我妈气得破口大骂 当晚 我爸就死了 死得很邪门 据我妈说 睡到半夜 我爸突然起床 说有人在喊他 我妈骂了他一句 说他发颠 我爸起来 穿上衣服就出去了 我妈睡了一觉醒来 发现身边是空的 这才觉得奇怪 我妈四处找了 都没看到我爸的身影 连忙去找村里人帮忙 全村人一起找 最终 在后山找到了我爸 我爸的嘴里 鼻子里 全是泥 而且 他手上也是泥 看样子 竟是自己塞的 然后生生窒息 我爸死了 我妈感觉天塌了一般 又哭又笑的 像是疯了 不是你让我爸去死的吗 我笑嘻嘻道 他死了 你不该开心吗 我妈看着我 像见鬼一般 后退了一步 五叔很快来了我家 五叔 不是听命了吗 死的不该是这死丫头吗 怎么是坦生 我妈崩溃问道 五叔的表情 前所未有的严肃 他凑近我 往我耳后看了一眼 看完后 脸色顿时变了 怎么可能 红线居然消失了 明明听命成功了呀 我凑近五叔的耳边 低声说了一句话 五叔的脸色 顿时变得煞白 转身跑了 我爸下葬那一日 我妈疯了 说是我害死我爸 要掐死我 这一次 我没有任由他掐着 而是猛地将他推开 笑嘻嘻道 妈 你忘了吗 我哥和我爸 都是你害死的呀 是你抢走了种拙 让张家段子绝孙的 我妈呀的尖叫一声 风跑开了 村民们纷纷议论 真是造孽呀 这张家怎么就死光了呢 男丁全没了 这下是真的段子绝孙了 这疯子是谁呀 是五叔 五叔来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村民们全都退到了一边 五叔在村里 还是颇有威望的 但是 此时的五叔却很不一样 道袍脏兮兮的 披头散发 脸色惨白 跟纸一样 他看向我 眼中带着浓浓的恨意 像是恨不得生吞了我 我却不怕他 而是笑了 五叔的脸色顿时变了 他手里拿着一张符咒 快来抓住他 他说完 突然冲上来几个人 将我抓住了 并拿着红线 将我捆了起来 我拼命证 都挣不开 五叔拿着符咒靠近 就要往我额头上贴 这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去你该去的地方 突然 五叔的脖子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 掐住了一般 朝着棺木跌跌撞撞而去 他的脑袋 直直朝着棺木撞去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的身体软塌塌地 倒在了棺木上 后脑勺 刚好对着棺木凸起的棺钉上 鲜血鼓鼓地流下来 他眼睛圆睁着 死了 他的耳后 有一条红线 鲜红鲜红的 翻外 那一天 我凑近五叔 说了一句话 五叔 我的后脑勺好疼啊 五叔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转身跑了 我笑了 我的演技还挺好的 把他吓跑了 梅老师离开之后 我心里满是恨意 我妈总说 这就是命 女孩的命吗 我不想认命 从那以后 我断断续续地做梦 梦里有个脸色惨白的小姑娘 她说她叫猪儿 她说她好疼 要我救她 奶奶死的那一天 我推门进去 奶奶躺在床上 已经没了气息 我看着她手上的手镯 这就是猪儿说的肿镯吧 猪儿就住在这手镯里 我将奶奶手上的手镯 退了下来 藏了起来 猪儿说 要让张家人自己将手镯卖了 而且还要阻止他们卖 他们非要卖 这样才更能触怒供奉的鬼神 张家人才会更惨 猪儿说 张家段子绝孙还不够 他还有个仇人 是那个人叫他母亲 怎么把他的生魂 禁锢在手镯里 成为贡品 日复一日地被折磨 仇人来了 但是杀不死他 怎么办呢 没想到仇人自己找死 竟然妄图欺骗鬼神 那就配合他演场戏 仇人以为自己成功了 殊不知已经被鬼神标记了 我耳后的红线是怎么回事呢 那只是猪儿的小把戏了 嘻嘻 仇人也死了 猪儿的怨气消散了 我的眼前 恍然出现一个小女孩 她头发很长 扎着一个辫子 笑着朝我伸出手 我的头有些疼 脑袋混混顿顿的 像是困在一个地方太久 好像忘记自己叫什么了 让我想想 太好了 想起来了 我叫猪儿 全文完